Hola a todos, bienvenidos a la clase de español, soy profesora Gaviota,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西班牙语比亚的课堂,我是海欧老师 Hola a todos, soy profesora Gaviota,大家好,我是海欧老师 先来海欧老师给大家分享一句 大善是专门用来攻为女生的话 嗯,我们先听这句话怎么说 debes estar muy cansada hoy, después de la vuelta que has dado en mi sueño anoche repito debes estar muy cansada hoy, después de la vuelta que has dado en mi sueño anoche 那么我们首先来看这句话什么意思 前面就说, debes estar muy cansada 嗯,这句话明显对吧 嗯,你应该很累了吧 然后, hoy, ¿no?今天, ¿no? después de la vuelta que has dado dar una vuelta, ¿qué意思? 那是个固定次数, ¿no? 意思是,出去逛一逛 逛一圈,走一圈 溜一圈,这个意思 那么, ¿qué has dado? dar una vuelta 也就是指的是 你溜了一圈, ¿no? en mi sueño anoche 昨晚在我的梦中 你溜了一圈 你逛了一圈 see 所以这句话中文翻译应该是 你昨晚在我梦中逛了一大圈 今天应该很累了吧 那么, ¿no? 为什么这是一句 恭维女生的话呢 因为实际上 西边的男生 或者是说 拉美的男生 他们在跟女生搭讪的时候 都很有技巧 嗯,这句话 女孩子一听 意思就是说 哇,她昨晚梦到我了 对不对 而且,整个梦里都是我 see 所以,一般的女孩子 听到以后都会心花怒放吧 所以这种话呢 比较适用于 男生跟女生搭讪 当然了 女生肯定要能听得懂了 对不对 如果你学西语 然后,人家给你搭讪 恭维你 你都不知道在说什么 我怎么就累了呢 如果是那样的话 人家的搭讪 也就没有意义了 对不对 嗯 还有一个 我觉得是文化上的一个 差异 有些女生觉得说 哦,这个男人 怎么动不动 就跟女生搭讪呢 可能在 这个欧洲 或者是西方文化当中 他们觉得 对女孩子 说一些很恭维的话 是一种礼貌的表现 并不是为了说 真的要和这个女生 做男女朋友啊 或者是有什么 更龌龊的目的 其实他们只是想 让人家心情愉快而已 Alegrarte el día 让你整个一天 心情都很好 这个意思 所以他们会采用一些 hacer un birobo hacer el birobo 的方式 那 birobo 就是我们 说的 恭维的话 或者是 拍马屁啦 就是我们 经常说的 这种话呢 就是 hacer un birobo a las mujeres 或 decir un birobo a las mujeres 这种话都是 经常用的 就是 这个是对女生 说一两句 恭维的话 那么我们 现在学过的词 比如说 estás muy guapa ay guapa 之类的 说你很美 那么 这种词的话 其实我们在 西班牙 会经常听见 但是这种的话 其实已经不算 恭维的话了 我觉得像我们 刚刚学的那一句 说你在我梦里 逛了一圈 你应该很累了吧 这种是一种 很甜蜜的 对不对 然后比较 更有吸引力的 这种恭维的话 那么这种话呢 还有很多 以后大家 再慢慢地积累 也许你能学以之用呢 对不对 好 今天这个课 我们继续讲 我们上节课那篇文章 La Gara Norte del Everest No La Gara Norte del Everest 好 上节课我们讲到 第三段的采访 问了他们 为什么没能够登顶 那么这个队长 也解释了 由于 一开始是由于 天气原因 后来 在第三次登顶过程中 是他自己 的眼镜掉了 对吧 所以 没办法 他们只能 队员只能 把他扛了下来 好 上节课我们讲到 Cuando hacendíamos En un momento brusco se me cayeron las gafas pero segui escalando durende dos horas por la zona más difícil no 然后上帝哥呢 好了 所以把后面 整段话的意思 给大家讲一下 那么今天呢 我们继续把 这段话当中 剩下的部分 的语法 再跳出来讲一讲 好 我们从 Cuando estábamos solo a 200 metros de la cima 这里开始 Cuando estábamos solo a 200 metros de la cima perdi totalmente la visibilidad 这里话意思说 当我们爬到 离顶端 只有200米的时候 我完全 看不见了 我的视力 完全就丧失了 我完全丧失了 我的视力 那么这里这个 有个 estar a 200 metros 就是a和d的用法 这是a加上 一个距离 加个d 再加一个地点 表示离什么地方 多远 por ejemplo 比如说 北京离上海 大约 1200公里 那么这句话 我们怎么说呢 我们一边 北京 estar estar 用estar 表示地点 a 这个a 不能少 这个a 大表距离 algunos 1200 km de sangai 那么大家看到 这个sangai 这个词 还有冷学 打一个中音 那么这个词的话 其实是因为 西班牙人 他们读的时候 不会读 他们不能读出 上海 他们觉得 这个 而且是不翻译的 他们看到 这个字以后 读的是sangai 把那个he 读了出来 然后他知道 我们说上海 他们觉得 我们这个海 是声调 所以他们就叫 这个中音 sangai sangai 边 所以这个词 已经在 这个西班牙 被熟知了 sangai 带中音 北京 它是不带中音的 以前有 北京有个说法 叫北京 北京 那么北京 现在也是 也是在用的 不过我们 中国政府 比较希望 这些 外国朋友 用北京 这个词 所以 西班牙人 对北京的翻译 它发不出来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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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0 km 的 上海 这句话 意思 好 接着我们讲 这有一个 这种结构呢 就是表示如此一致 相当于一种 那么我们知道 这个单的后面 它接的是形容词 或者是副词 形容词或者副词 然后 K后面接的是一个从句 好了 举个例子 说那个事情太复杂了 他不知道该怎么办 那么这句话我们怎么说呢 事情我们可不可以用 其实用GOSA呢 也是可以的 但是GOSA一般指东西比较多 你可以说 ESA COSA ERA TAN COMPLICADA 我们用GUEWAN 可以的 可以说 知道该怎么办 如何去处理 所以用GUE GUE上带重音的 No sabia GUE AFFER 这是一个可以说是西语当中固定的表达 那么海洋老师再给大家举个例子 同样是用 DAN加形容词加GUE 再加No saber 这样的一个结构 比如说 比如说 那女孩太美了 我都不知道跟她说什么 一见到美女就紧张 这句话我们怎么说呢 La chica Están guapa 我们现在是 也可以的 La chica están guapa 然后我不知道该跟她说什么 GUE 首先有个GUE 对吧 以至于 我不知道 No sé 对吧 No sé Qué decirle No sé Qué decirle 这个GUE 带重音 再加 直接加动词圆形 好 所以 她这种结构比较特殊 就是No saber 加一个 一问词 再加一个 动词圆形的结构 我们把这句话 重复一下 说那个女孩子太美了 我都不知道跟她说什么 La chica están guapa que no sé Qué decirle 好 那么 如果是放在过去呢 也一样 La chica era tan guapa que no sabía Qué decirle 把两个评论 这动词都放 变成过去 完成词就可以了 好 这单 qué后面 加使用词的一个 结构 那么我们现在 举一个 单 加副词 再加qué的一个结构 然后我们 qué后面 就正常的句型 我们不再用 那个No saber 加qué的一个 结构了 比如说 那个男孩 跑得太快了 我追不到他 el chico 那 chico corre tan rápido 这个快 是一个 fuz 对不对 que no lo puedo alcanzar 追不到 这里这个 追到 是 抓到 出去到 的意思 对吧 所以用 alcanzar 这里 不能用 llegar el chico corre tan rápido que no lo puedo alcanzar 好 我们进行 看看 文 说 那里 人家 看起来 然后 把我 的眼睛 摆得 下坏了 Entonces, mis compañeros decidieron bajarme Me vendaron los ojos con un pañuelo Y me cargaron a hombros Hasta que llegó el equipo de salvamento 于是呢,我的同伴们就决定 把我 besar Me vendaron los ojos con un pañuelo 他们用一块手就握住我的眼睛 把我的眼睛门上 Y me cargaron a hombros Hasta que llegó el equipo de salvamento 那么他们然后两个人 扛着我 变一个,扛着我 因为我看不见嘛 他们要扛着我下山 直到 Hasta que llegó el equipo de salvamento 直到这个救援队到了 那么这里我们有两个 一个词组是 cargar a hombros 意思就是 扛着 hombros我们都知道了 肩膀,对不对 那么cargar就是 负重或者是背在身上 所以cargar a hombros 就是扛着 那么大家注意 这里用的是一个 前置词a 好的 紧接着 Hasta que llegó el equipo de salvamento equipo de salvamento 就原对 就原对 那么这里我们要注意一下 这个equipo和grupo的差别 有很多学生在 用这个equipo和grupo的时候呢 会有一些模糊 grupo我们都知道,对吧 首先是一个小组 对吧 他可以用grupo来表示 然后比如说 一个班级也可以用grupo 但是当我们说到 一个队的时候 一个团队的时候 我们都用的是 equipo这个词 而这个时候呢 很多学生往往会用 还是用grupo 因为grupo用的比较多嘛 所以这个也好区分开来 也就是说 grupo一般可以表示 小组啊 班级啊 那么equipo呢 更多的表示一个队伍 两天以后呢 我开始看到一些影子了 然后我们还在那个 帐篷里面待了好几天 想要等到我复原 等到我康复 我们继续在登山呢 但是呢 这个整个队伍已经太疲劳了 而且我们的这个 拘留的许可呢 也快要到期了 虽然是一个很艰难的决定 但是我们还是不得不放弃 好 这就说这个话的意思 那么里面有一个 字族首先是 二天后 这个表达 二天后 就是两天之后 对吧 我们可以换一个 比如说 二天后 二天后 是可以的 但是还有人说 但是很像,2天别了 就是到了 然后,нов if we must stay until another 3天 老大早期期待着我的换力 但是,完成了 最后,两天冼委员 我在这种健康 stood 很危险 我认识 and Brian 同时间 Para挨拶 它有一个使用词 叫agotador 那么agotador 一般用来形容 物或者某件事 太令人疲劳了 太累了 那么agotador 一般用来形容人 agotar 那么它就是做动词来使用了 它和agotar的用法是一样的 也就是物作主语 我们来举几个例子 都用这几个词 比如说 这份工作太累了 这项工作太累了 我已经受不了了 或者中文意思说 这份工作让我精疲力尽 我已经受不了了 我们可以说 ese trabajo me agota me agota 动词 me agota ya no puedo más ya no puedo más 好 我们现在用agotador 这句话我们怎么说呢 谁做主语呢 很好 我们刚刚讲过 agotador是物作主语 对吧 事情做主语 那么可以说 ese trabajo ese trabajo es agotador ya no puedo más sing 所有一个 我们用agotador来造 这个怎么造呢 很好 我们可以说 estoy agotado del trabajo ya no puedo más estoy agotado del trabajo ya no puedo más 但是大家要注意一下 这个第三句话造出来 它这个频率的使用 就比前面两句话要低 它这个使用频率 要比前面两句话要低 因为这个 estara agotado 就是觉得是精疲力尽 那么它一般会直接单独用 比如说 estoy agotado ya no puedo más 直接这么单独用 一般不太会 比较少的情况下 会说 estoy agotado del trabajo 比较少 如果你想表达 对这个工作 让你感到很累 你可以说 estoy ganzado del trabajo 用ganzado 来替代 那么 海老师讲这么多呢 其实想说明 就是 一个动词 一个形容词 一个形容词是主动的 还是被动的 会造成不同的效果 对吧 用法也是不一样的 那么 大家要记住一个 使用的频率的问题 就有一些词 它虽然说 它的动词 和主动形容词 和被动形容词 都可以使用 但是 它有一个哪个使用频率 比较高的问题 所以 好 所以这个 再强调一遍 estoy agotado del trabajo 这种用法 不是不可以 是用的 但是 我们经常使用的是 直接说 estoy agotado 好的 然后后面这句话 这个 ya no vuelo más 我也想讲一下 ya no vuelo más 指的是 我已经受不了了 这是它一个 抽象的含义 它 比如说一个 它比较实际的含义 就一个例子 estamos en un restaurante cenando con los amigos 我们在一个饭店 和好朋友们一起吃饭 一起吃晚饭 然后我说 y agotado más 说什么意思啊 哎呦 我 吃不下了 我已经 饱了 y agotado más 所以这个 即将 马上 在文中的意思 就是说 他们的 拘留许可 马上就要到期了 sí 那么我们举个例子 比如说 当他们回国的时候 战争 马上就要爆发了 当他们回国的时候 战争 马上就要爆发了 我们把它放在过去来讲 我们可以说 当他们回国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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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争 马上就爆发了 战争 尽管那是一个 非常困难的决定 但是我们还是 没别的办法 只好放弃的 我们也只好放弃了 这个我们讲过了 no tener más remedio que 加一个动词原型 对吧 表示的意思是 没别的办法 只好怎么样 sí 好 那么 倒数第二段 那么倒数第二段 我们再来讲一下 记者问到 volveres volveres a intentarlo 我们再来试试吗 虞答 sí sí seguro para mí la montaña esla vida no sé cuándo porque depende muchas cosas pero volveremos a intentarlo 嗯 这个人 huida só 当然啦 肯定huida para mí la montaña esla vida 这句话 可以翻译 yuer yuan shan 就是ming sí no sé cuándo porque depende de muchas cosas 我不知道 何时 因为取决于 很多东西 pero volveremos a intentarlo 但是我们一定会 再次尝试的 sí 对于一些登山 爱好者来说 确实 山就是命 那么对于你们来说 什么是你们的命呢 哎呀 这个话题 hello 是得好好想一想 对于我来说 什么是我的命呢 嗯 其实我已经有答案了 你们呢 好的 我们不扯了 接着讲 经济他说道 lo primero que haremos con toda seguridad es buscar los medios para afrontar de nuevo un viaje de este tipo 说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 肯定就是 寻找到 如何 再次面对 像这样类型的 一种旅行的 方法 sí 找到 如何再次面对 这样子类型的 旅行的 一个方法 好 这里有个结构叫 lo primero que haremos es buscar los medios para 什么什么 那么它这个结构就是 lo primero que 加一个动词 变位 然后再加 ser 这个动词变位 嗯 比如说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说他一到那个村庄 他做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去找他的未婚妻 那个小伙子 一到村庄 做一件事情 就是去找他的未婚妻 那么 一到那个村庄 我们用什么 用官的吗 可以 也可以用 al加动词原型 对不对 你用官的就需要变位了 你用al加动词原型 就可以不变位 只要这个 这个动词 和后面的主角的动词 终于是一致 对吧 那我们可以说 al llegar al pueblo 村庄 对吧 他做了第一件事情 lo primero que hizo 已经做过了 lo primero que hizo el chico 是 fue 去找他的未婚妻 ir a buscar a su prometida bien repetimos la frase al llegar al pueblo lo primero que hizo el chico fue ir a buscar a su prometida 是 这句话 这句话 意思是说 一旦我们 找到一个赞助商 我们就可以 再重新组织队伍 sing 那么这有个 en cuando 加一个 consigamos 的用法 这个 consigamos 动词原型是 conseguir 那我们能看出 这个 consigamos 应该是 conseguir 进行了虚拟 是现在时 的一个变位 然后他主动词 用的是 主句动词用的是 podremos 也就是他的结构是 en cuando 加上虚拟 是现在时 然后主句用 一般将来时 这样子的结构 对不对 那么还有老师 也可以告诉大家 en cuando 就等于 guando guando 就是这两个 可以替换 那么他确实也是 一个固定结构 en cuando 加虚拟 是现在时 从句 用虚拟 是现在时 表将来 然后主句用 一般将来时 这个其实我们 在之前课上 已经讲到过了 好我们举个例子 我一学会做饭 我就给你准备 一道很特别的菜 我一学会做饭 我就会给你准备 一道非常特别的菜 我一旦 怎么怎么样 对吧 就怎么怎么样 我们可以用 en cuanto sepa cocinar 我会为你准备 一道特殊的菜 准备用那个 很容易 准备用 为你准备 所以就是 te prepararé un plato especial ¿Sí? repetimos la frase en cuanto sepa cocinar te prepararé un plato especial 好的 我们通过一个例子 复习一下 这个 quando 或者是 enguando 加这个 虚拟 4x10 最后加 一般将来 是这个结构 大家用的多了 自然会熟悉了 一开始的时候 可能你还会想 哎呦 我用哪个实态呢 用的多了 就会熟悉的 我们接着看课文 课文中说到 en fin cuando estemos preparados y contemos con los medios necesarios nos lanzaremos de nuevo al Everest en fin 什么意思啊 很好 总之 总之 后面 cuando estemos preparados 出现了 cuando 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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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所以是 cuando 家 是 现在 是 然后 主句应该用 将来式了吧 nos lanzaremos de nuevo al Everest 之前还有老师 跟他讲过 cuando 引导的从句啊 如果想表将来 那么 从句当中用 虚拟是 现在式的表将来 对吧 主句用的是 一般将来式的表达 对不对 但是也有一种可能 就是说用命令式 主句用命令式 也是有可能的 好的 刚刚那个词组 Enfin 哈老师还要再讲一下 Enfin是表示 总之的意思 对不对 那么还有一个 短语叫 Por ejemplo Por fin Por fin 对吧 还有一个 叫 Al final Al final 那么这三个短语呢 同学们在使用的时候呢 经常会混淆 那么还有老师 先给大家讲一下 这三个短语 分别什么意思 Enfin 意思是总之 那么既然是总之的话 前面肯定是 阐述了一段话 后面呢 它进行一个总结 然后第二个是 Por fin Por fin 相当于 终于怎么样 最终成功怎么样了 那么它指的是 付出了努力 或者经历了困难之后 终于做成了某事 而Al final 它的意思是 最后 那么它指的是 时间顺序上的 最后 也就是 开始怎么样 然后怎么样 最后怎么样 这个最后用Al final 那么哈老师 给大家出了三句话 我把这个 填短语的位置 都空出来 大家通过这三句话的意思 来确定 选哪个短语 填在它适当的位置 C 那么我把它 当做一个练习 来做 第一句话 首先是 控制一个 控制 然后 后面这句话 的意思是 Consiguieron salvarse del incendio 后面这句话是 Consiguieron salvarse del incendio 第二句 还是一样 前面控制 后面说 estoy estoy muy 他们 我做的事情 非常生气 那么 这个是 时间上的吗 一开始 怎么样 然后怎么样 还是说 总之 我很生气 哈老师觉得呢 这里一天 总之会比较好 对吧 总之 我 对于他 所对我做的事情 他对我做的 这件事 让我非常生气 他跟我说 他要离开这个城市 开始一段新生活 对吧 那么这里 我们用什么呢 是说 对 这里整个天 最后 最后 那么我们再考量一下 其他的空档 是不是可以用 别的词组来替换 或者说 其他的空档 就我们这三句话 正在前面的空档呢 是不是可以 填别的短语 填其他的 另外一个短语 别的意思 比如说 第一句 第一句说 终于 他们 从火灾当中 逃了出来 还是说 最后 从火灾当中 逃了出来 或者说 总之 从火灾当中 逃了出来 其实 这三句话的话 这三个短语的话 其实都可以填 对吧 但是要看你前面那句话 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 有个固定的语境 对不对 那我们再看看第二句 第二句说 我对于他做的事情 非常生气 他对我做的那个事情 让我非常生气 那我们可不可以说 总之呢 enfin enfin是可以的 对吧 总之是没问题了 那我们可不可以说 balfin 终于我很生气 可以吗 这个很明显 是不可以 对吧 我终于生气了 难道 目的就是为了生气吗 不可能 对不对 那么 那么还可不可以说 最后 al final estoy muy enfadada 可以吗 如果是表示 时间上的最后的话 他不会说 最后 我现在很生气 对吧 好像这个 逻辑上有点奇怪的 所以这里只能用 enfin 对吧 那么刚刚说 第一句 三个都可以用 第二句只能用enfin 第三句 第三句 他跟我说 他要离开这个城市 去开始一段新生活 那么 可不可以说 总之 他跟我说 可以的 对吧 前面揣述一段话 后面做个总结 对不对 那么可不可以说 终于 他跟我说 好像 非要说 他可以吗 也是行的 对吧 有点牵强 好像 我们亲戚一生 都是为了 等待这句话 他要告诉我 他要离开这个城市 可以开始一段新生活 对吧 好 有点牵强 但是也不是不可 然后还有一个最后 al final 这个肯定没问题了 对吧 最后 他跟我说 时间上的嘛 对吧 先说了什么 后说了什么 最后再说了什么 这个是可以的 对不对 所以 这句话当中呢 填 enfin 和al final 比较好一些 对吧 所以呢 我们在判断 用哪个的时候呢 首先我们要 非常清楚 这个短语 是表达什么意思 我想用这个短语 表达什么意思 当我们在 做题或者填空的时候呢 我们要清楚地知道 这个语境当中 这个话 想表达什么意思 所以才能选出 一个正确答案 像海洋老师 这样子给出 一句话的话 其实是比较难以判断的 也就是说 可能会有多种答案 那么 有多种答案 其实也是正常的 因为 一句话的话 其实就是难以判断的嘛 对吧 所以大家还是要 做题的时候 根据语境 说话的时候 根据你想把他的意思 来选择 相应的短语 好的 那我们接着 我们再看回课文 课文当中说到 probablemente tendremos que esperar un tiempo hasta que las condiciones climáticas sean las más adecuadas y eso casi siempre es en primavera 那么这句话 我们还要 想找一个结果 叫做 hasta que hasta que 这句话说 probablemente tendremos que esperar un tiempo 我们必须 等一段时间 直到这个气候条件 更加 是最合适的时候 那么这里有个 hasta que 后面用的一个动词 用的是 sian 看大家看到了吗 这个 sian 是个虚拟 是现在时 对不对 那么 从句当中 hasta que 连接的从句当中 也用虚拟 是现在时吗 嗯 也是用的 但并不是一定用 它用的时候 只能表示一种情况 就是表示将来 表示将来的时候 用虚拟 是现在时 表将来 就跟那个 我们 guando引导的从句 用虚拟 是现在时 表将来一样 hasta que 引导的从句 如果是表示将来的话 从句当中 这个东西 也用 是现在时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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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然后 嗯 接下来这个 记者 又问到 así que en la próxima primavera 那是 接下来这个 春天吗 就是 明年春天吗 no creo es muy justo quizá volvamos dentro de un par de años pero 嗯 我不认为 嗯 这个太 太紧凑了 那也许我们会 一两年之后 再回来吧 那么这两个点 需要讲解的 一个是 es muy justo 这个 justo 我们其实都学过 它表示的是 它表示的是 公平正义呢 刚刚好 对吧 叫 justo 那么这里的意思 是比较 紧巴 勉强够的意思 比较勉强的意思 嗯 因为那个人说到 说他们 以后的春天 还是会来 再来登山的呢 再来 攀登的 然后 人家问他说 那是 接下来这个春天吗 他说 啊 应该不是吧 因为 有点 时间有点紧张 比较勉强 是 muy justo 对 那么 海老师 给他举个例子 比如说 La cena ha sido muy justo La cena ha sido muy justo 什么意思 对 说晚饭 刚刚好够 勉强够了 对 好的 接下来还有一个词组 就是这个 Dendro de Dendro de un par de años 这个词组呢 之前有 有些同学 他们把它理解错了 它理解为 是在这一两年之中 其实Dendro de 是表示 一段时间之后 也就是说 我们大概 一两年以后 再回来 大家记清楚 Dendro de Mas un tiempo significa Después de un tiempo Dendro de 这样一段时间 表示的是 一段时间之后 让我们来做个小练习吧 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